台北市政府为了让单车组有更多骑乘的空间 未来将在四名以下的人行道规划人车共到 只是人行道已经够狭载了 现在还要跟自行车抢到 有民众就被骑士撞倒 造成了脊椎受伤 现在还在附件当中 交通处说会加强骑士离让行人的宣导 骑个车子你不让来 我说你为什么把我撞了 他说你没有让给我 我回头看到 那我就不晓得怎么去解释当下这状况 里长眼眶犯泪 边说边哽咽 当时被自行车骑士撞到 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而且这个骑士连一句道歉也没有 让里长更气愤 他已将矛头指向人车共到这样的政策 你们现在站的位置勾扎 我们是个矮房子 其实不到一米宽 那这边又有树穴 又有机车弯 人都没有这样躲 所以他一撞我就掉在树穴去 我脚就扭到了 里长走起路来 一撥一撥 未来四名以下的人行道 也要开放人车共到 人行道已经很狭小了 里长担心未来行人走在人行道 比走在马路还危险 要开放人车共到的情况之下的话 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宣导跟配套 台北市的地形路行是非常的复杂的 我那时候一再强调 如果没有做好相关的宣导跟配套 冲促商务的情况之下 一定就会有更多的人员伤亡 台北市的地形路行是非常的复杂的 宣导的部分是很重要的 我们开放人行道让自行车上来 那它基本上还是以行人为优先 我相信我们在标示上面都有 那这部分呢 我们在交通局这段期间 我们会再做一个努力 加强宣导让自行车 骑乘在这个人行道上面 能够以行人优先尊重行人 交通处强调会加强宣导 增设景宇和标示 虽然是让单车组有更多的骑乘攻坚 但是没有完善的配套措施 新人只能自己小心 求自保 云南TV前子民 萧比亦 台北报道